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用 UNSHAPE做一個 滑屏 我們用的方法是 別層拉伸的做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別層拉伸的做法 首先呢我們在這個 TOP的屏面上 做一個 做一個草棋 選錯的時候你可以把它打叉叉 把這個屏面散掉的很遠 我們先把它正式超個屏面 我們先畫一個圓好了 我把它調整好 然後先畫個圓 假設這個頂是10mm 記得我現在用的是 mm的一個尺寸 習慣上我們在做工程制度就是mm 然後畫完之後我們就打勾 表示我們畫完了 畫完之後我們想把這個 整個屏面 稍微提高一點 做一個偏移屏面上去畫第二層 所以我們就選偏移屏面 選偏移屏面最記得 你可以選到線 或選到裡面不要選到線 選到線的時候按右鍵會找到偏移屏面 必須選到裡面 選到裡面的位置 我們現在已經選了一個邊 我們在選一個邊 選中間就按右鍵 便宜屏面 便宜屏面選完之後 他問你便宜多少 內定是25 便宜屏面高 便宜大概是10號 便宜屏面完了之後 我們可以在這個屏面上做圖 便宜屏面 便宜屏面這個圖 選了這個屏面之後 你可以發現 我想在中間畫圓 而是這個圓芯 它現在有準備到圓芯 可以在圓芯上做圖 你要選到這個圓芯 就有畫 另外一個圓 圓芯 就畫圓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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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選20號 OK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 這樣子的兩個圓芯 好 那第三個 我再高一點這邊做個 收口 要再做 便宜屏面 所以你要選到這個屏面上 按右鍵 選便宜屏面 稍微向上 那天是25 這次稍微小一點 我們選8號 好 上上8 所以我們現在確定這個屏面 所以我們在做 你可以看到現在草圖1 屏面1 屏面1 草圖2 屏面2 現在是屏面2 屏面2 我們在屏面2上做草圖 草圖上 那我們就做一個 再畫圓圓圈 可以看到這個圓圈 是不是相對 然後對到這個圓芯 圓芯 圓芯 光燈上來這個屏面 那就變成1 可以看到圓圓圓 稍微小一點 我們選8 這是8 當中很大的 這個圓圈圓圈 是從 大到小 再到大的 收縮出來 這邊還要再畫個 屏面 然後我們繼續畫 第三個屏面 譬如說 屏面屏面 屏面面再往上 不要那麼多 大概是 7 那這個平面上我們要再繼續畫這邊 我們在這個平面3上面再繼續 要繼續選 選到平面3喔 選到平面3 然後變成我們的草圖平面 這個草圖4的平面是選在這個平面3上 然後繼續畫圓 這個圓比剛剛那個再大一點 我們要選12好了 所以你畫完之後可以直接在上面輸入數字 打鍵盤上的數字直接輸入按Enter就可以標定這個尺寸 所以我們現在從這邊看只要4個圓 那我們現在選這個跌色拉伸的圖形 我們用底部這個平面再選 再選這個圓 再選這個圓 你可以看到變成圖形了 再選第4個圓 不要選到這個平面 然後可以選到圓形 然後這個圓形 然後就這樣畫出現 OK 那我們 打鍋完之後 基本上這個平面這個差不多 這個立體圖也是差不多 那現在我們要再繼續畫一個動 所以我們在這個平面上 再畫個圓 那這個動 這個圓 中心 畫的磁形是一個圓 基本上我們就要畫一個我們要塞的那個磁鐵 如果大是5的話呢磁鐵可能放不平均 因為這個外面就是5 風雪5.1好了 稍微大一平均 5.1之後呢 那麼從上面往下把這擠出 那我們要知道這高度跟這個底部的高度都差 所以我們可以測量一下 我們先選到這個平面 然後選到底部的平面 才告訴我們這高度是25 所以我們要往下擠出多少 24或24.5都可以 好 現在就向下擠出 選擠出 選這個平面 那看方向錯我們點檔一下就可以下下擠出多少 24.5好了 讓它注意輕一點 比較能夠吸得住 可是我們剛剛擠出的時候沒有注意到我們選的是什麼 新針 其實我們不知道新針我們要選移除才對 讓它做移除 你看它這樣是不是有個洞在裡面呢 讓它這個洞在裡面呢 讓它這個洞在裡面呢 移除 你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洞在裡面呢 可是花瓶長這樣子呢 也會有問題 這邊這個腳太利 我們回到別的拉伸這邊來看一下 我們第一次的面中指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零貨型態 可以改 我們用這個垂直零貨型態 好 它這邊就變垂直了 垂直的話這邊就比較不會那麼利 那如果我們用一個相切就變成怎麼樣 就變成這樣 它是相切的 它這邊會更利 完全垂直好了 稍微垂直平面的樣子 好 拉回來 好像面全變的樣子 那其實我們真的可以倒個腳 如果這是吃點的話 我們可以倒個腳 在拿的時候比較不會割到 因為這個腳還太大 我們倒個腳呢 一個倒腳是讓這邊的腳不要太 因為直腳還是會有點割人 用一點很搭的倒腳 一個是外部 一個是內部 這樣子看起來似乎好一點 OK 好的 這樣 好 這是我們發動的做法